好 来看到这条让人蛮困惑的路 台中大理五光路189上 这一条路上却有中头西路 环河路跟五光路等三个路名 而且附近47间住户的行政区 明明是在大理 但是他们的户籍却被编列在乌日区 造成地方民众常宁来的困扰 而进一步追查发现 原来是早年区界划分模糊 衍生出了行政 户政 还有地政不一的习惯现象 明镇门牌明明写着 台中乌日的五光路 诡异的是信箱上却用起一笔 特别著名是中头西路 林先生在当地住了七十多年 认为自己是道地的乌日人 但实际行政区却属于大理 这种错乱的奇怪现象 看来只有住户自己最清楚 这里是台中大理跟乌日交界 备受困扰的不止林先生 还有其他四十六户 早年没有卫星定位 区界划分模糊 行政区在大理 户籍却编在乌日区 但相关市政宣导 垃圾清运等工作 还是由大理负责 也让报案及救灾混淆 延误处理时间 加上道路陆续开辟 五光路一百八十九项境 还有中头西路 黄河路另外两个路名 变成说有 乌日段跟夏天西段 警政 消防 护政 地政 就是没办法统一 尽管市府和里长 有意重整门牌与行政区 但在地乌农民众认为 农保都在乌日农会 牵涉证件更换问题 大多数人怕麻烦 所以只能维持现状 还是要依中央内政部的 区界划分 区里划分 这个部分来做制定 民政局表示 行政区界划分 需要修法 近期也会再调查地方意见 判能行政护政整合 解决僵局 解台中综合不懂